漫长的旅行 七百多年前,在西方人眼里,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。 意大利少年马可波罗心里充满了对中国的向往,因为父亲告诉他,中国美丽富饶,人民勤劳友好。 1271年,17岁的马可波罗跟着父亲,带着罗马教皇给中国皇帝的书信和礼物,乘船出海驶向东方。 船穿越地中海以后,马可波罗和父亲在小亚西亚半岛登陆,然后把船卖掉,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旅程。 一路上,他们几次遇上强盗,险些丢了性命。 在波斯湾,马可波罗父子等了两个多月,也没有等到要去中国的海船。 最后,他们决定走陆路,用双脚一步一步地走向神奇的中国。 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,经过三年半的长途旅行,终于到达了中国。 当时的中国皇帝忽必烈亲自接见了他们,并把马可波罗留在宫中做了官。 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,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。 后来,已到中年的马可波罗回到了故乡意大利。 他把自己的东方之行写成了一本书,《马可波罗东行记》。 它在全世界广为流传。 它是将有些整体的行为山东区。 别人是曾经把我们都搞定。 我们将会担饿英格的维维靴。 感谢观看